至今的民俗语言可以说简单易懂且意义深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轻视 而且俗语也是包罗万象 其中还有一种是讲官欺言行 能识人识悟的 就比如说这句俗语 远看脸近看眼 不远不近看眼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看看前一句 远看脸 大家都知道 出示一个陌生人或者工作中的同事 在没有深知妻为人处事之时 更不知妻性格好坏时 判断的标准自然是其长相或者穿着打扮 长相圆润且烧在棱角 这种人一般是和蔼可亲 热于助人的人 而且这样的人工作生活中比较随和 也比较谦虚低调 与他人关系比较融洽 人缘也会非常棒 反之如若一个人脸上无肉 尖嘴猴腮 那么这个肯定是个贪婪自私 内心依暗狠毒 供于心境 这样的人往往心肌深沉 表里不一 再来看看第二句 近看眼 眼睛是人的心灵之窗 眼神更能看出其内心的本质好坏 如若其眼神坚毅明亮 与他人对视清澈无比 无丝毫波动 那么这样的人为人正直 刚肿不阿 并且富有爱心 反之其眼神朵朵闪闪不集中 眼神到处游动 那么这样的人会给人一种心思不纯 不安稳 阴谋多端的感觉 所以这样的人大可远离 不可深交 再来看最后一句 不远不近看眼窝 眼窝一般都是眼睛凹陷进去的部分 观其眼窝也能分辨一个人的品德的好坏 或者性格 眼窝凹陷的人会显得眼睛眼神比较深邃 这样的人做人做事比较沉着冷静 这样的人一般做事不讲究速度 更追求质量 形式缓慢 却有成效 并且洞察力惊人 总的来说 这句俗语也只不过古人识人的第一印象罢了 时至今日 虽然依旧适用 但是却并不是绝对的 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是完美的 每个人也不是别人表面所认为的那样 所以生活中识人交友 查看其品德好坏 就是观其言行举止 其次最好的方法就是 实现的考验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月影 关注我和我一起 传统